好,謝謝,請主席邀請部長 請部長就備訊台 江主席好 部長好,我請教一下 美軍四艘航空母艦 它發生艦上官兵有感染 新冠肺炎 我們的艦上官兵目前都OK吧 我們都沒有問題,我們都沒有零確診 萬一發生的話,我們有什麼樣子的處置方案嗎? 海軍,不管是海軍或我們三軍都有一個應付程序 主要是海軍是因為艦上人容納的官兵戰績還多 當事人馬上就是用救護隊的職員就會帶回來我們的醫院 其他的有接觸的在 如果在海上,艦上馬上就要做隔離 然後盡快讓它靠港 靠港之後就在岸上做隔離關 所以靠港之後下船在岸上做隔離 我們會盡量讓它在海上隔離完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靠港 那這個碼頭是專用碼頭,海軍都規劃好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船艦上面空間幾乎非常的狹小 而且幾乎是密閉,內部的空間是密閉 這四艘不管羅斯福、雷根、卡爾文森或者是尼米茲幾乎都在亞太地區的 所以這個是接下來我要問的就是說 最近亞太地區特別是台海附近真的特別的熱鬧 你們有沒有觀察到這兩個月 二月三月甚至到四月 你們的觀察是怎麼樣 陳文委員說的 在我當前的區域情勢來看,它的確是一個熱點 尤其是前幾天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又講了一句話 誤謂言之不欲 然後大家在認為說這是外交辭令沒有錯 可是向來這個外交辭令當中共用這個外交辭令的時候 似乎在過去都是說它要訴諸軍事手段 有沒有 不管是62年的對印度的警告 67年對蘇聯的警告 還有1978年對越南的警告 所以它在這一次發完之後 它當天又派出了轟6還有空警的預警機殲11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讓我們對於目前台海的狀況沒有那麼的樂觀 而且非常的不平靜 那這是今天那個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投書 他說這次的狼來了不是預言 你同意嗎 這是今天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投書 那當然他在投書裡面也把目前兩三個月的 過去這兩個月兩個多月以來台海的動態整理了一下 真的是蠻多的 我自己也有整理啦 我列給大家看 在兩個月啊 二月跟三月當中啊 大概有超過13期的軍事活動 這13期的軍事活動有很多不同的樣態 有艦隊的有航母的有飛機的有演訓的有經過的有路過的 然後他的活動地區都不外乎在台海附近 或跟台海有關 國防部你們應該對這些訊息很有掌握吧 都有 甚至掌握比這個更多嘛 都有 這都是媒體爆出來的 是的 所以如果媒體爆出來是這樣 那實際狀況那更不得了啊 兩個月 十幾期的軍事活動 而且這個都是 真槍實彈啦 只是沒有發射而已 他絕對都是負載武器的 甚至有些是在邊緣 就是過台海中線也好 防空識別區也好 擦邊球也好 或者派出偵察機也好 其實這都是在軍事活動上面相對挑釁的啦 或者相對具有某種程度一種 感覺上好像要打架之前的準備 好 那我請教部長 請問全世界 現在全球各地區 有哪一個區域的軍事活動 像我們這個地區這麼的密集 我想我們 在這個地區的區域的軍事活動 的確是有比較嚴重 幾乎現在喔 與現在全世界 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嘛 對不對 對 可是在台海地區呈現出來 卻是軍事活動耶 最熱絡耶 這個熱絡搭配的疫情的話 我覺得是對我們來講是腹背受敵啊 你一方面要防疫 二方面要怎麼樣 要防衛 所以這是相當辛苦的事情我知道 但是 我們的判斷啊 還有政府的因應啊 可能沒有辦法只靠國防部 因為這個絕對是 不是只有國防作為 或者軍事作為 這搭配到很多上面 政治上面的態度語言等等的 所以 作為 國防部 當然您負責的是 軍事防衛上面的工作 但是 以目前這個現況看起來 你認不認為 某種程度上 已經進入一種文攻武嚇的階段 當然 或者所謂的壓力測試 對不對 對 那個壓力測試的意味太明顯了 可是 部長 這樣子的壓力測試 你擔不擔心插槍走火 當然 不能插槍走火 我想我們 不挑釁 當然不確定 在國防安全上 不挑釁不確定 我們知道 國軍做的 就是不鬆懈我們的戰備 他文攻武嚇 我想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的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在戰備準備上 就是 事物有以待 我們做最壞的打算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最壞的打算 就是把各種可能 我們都有過一些推演 然後我們繼續去追學 你們推演的最壞最壞 Wars to wars是什麼 這個我想 Wars to wars可能是開戰吧 當然最壞的打算就是 剛才陳如委員說的 各項的風險都有 那我們該怎麼進行 都有一些準備 都有準備 是 但是 你們的預判 目前這個時期 這一個時期當中 發生這樣的可能性 有沒有比以前高 當然 就軍事的角度來看 就是主要是以徵後為主 雙方的一個戰略的意圖 來一問看 不要說 張惠委員事件請報了 最後一個問題 我這樣問好了 如果 中共要武力犯台 最先的徵兆會是什麼 因為這個目前都還 還不是看得出來很明顯的這個徵兆 是武力犯台也武力犯台的條件 他的徵兆會是什麼 比如說有人提到說 切斷小山東或者切斷斷兩岸的直航 或者 當然切斷官方交流 這本來就已經都切斷了 那還有當然他軍事部署的調動 這個有沒有什麼是具體的徵兆 是我們研判說他準備要武力犯台 剛剛主席所講的這個都在徵兆裡面 都在徵兆裡面 對 他真的如果採取武力犯台 會有這些相關的一些徵兆 我們透過清先生都會去掌握 那其中最明顯的會是什麼 如果說我們要去判斷的話 要讓全民有警覺的話 我想最簡單就是部隊集結 部隊集結 部隊集結 部隊集結是可以看出來 但是這個是你們看得出來 一般我們老百姓看不出來 我們會掌握 好 我想還是要提醒 因為在這個疫情的當下 我們是全力在做防疫 但是國際的情勢 似乎不是我們所想像這麼的單純 從這些活動看來 真的台海的情勢 不能拿過去這一兩年來比 所以我看到今天這個前副總統 李秀仁寫的這一篇投書 我倒覺得值得大家 好好去思考 而且政府的任何因應作為都務必要謹慎 我再強調這不是只有國安部的事情 整個國安團隊必須要對這件事情慎重看待 好非常謝謝我們江啟臣 江委員 有請部長照我們江委員的意見再參考 好 接下來我們請合作